中秋節到來 烤肉少不了海鮮 但也因為需求增加 海鮮的價格上漲不少 量少 這個大致的量少 一公斤大概貴一百塊 平均海鮮售價漲一成 相餘每尾四十元 文革需求增加十倍 價格來到230到260元左右 白蝦漲最多達380元到550元 漲幅五成 有比較貴一點 可能就會多吃一點蛤蜊吧 就不買蝦子 選CP值比較高的 讓民眾看緊荷包 選擇不同食材 搭配中秋節烤肉 不過漲價不止海鮮 因為原油上漲 桶裝瓦斯每公斤增加3.6元 創下近三年新高 一般家庭每個月兩桶計算 要多支出144元 小吃店更要多負擔1000元左右 三次啊 差不多半年 到目前為止差不多30%左右 剛剛印象我們的利潤 什麼都影響到 這種說話長 我們沒有選擇遺地啊 面對物價金漲 荷包緊縮 攤商無奈接受 小老百姓們也只能 咬牙苦撐 環宇新聞 嚴峻強城舒曼台北報導